買來賺錢 如果不是買來跌 有什麼意思?所以香港人也不會買 大陸人也不會買 全世界的外資也不會買 那你說有沒有希望?當然沒有希望 所以你說跌 有時有時人說短期 說會上二萬那些是短期的事 長期來講一萬都沒有 什麼是股票?股票就是很多公司需要資本 如果是我們現在的錢 他們的錢 因為他們的錢就沒有 只要錢 用來經營或者是用來發展 我們普通人錢多於投下去 但是現在的問題 投下去就要賺錢 賺錢特別的東西 市場要好 做出產品也好 服務也好 要有人用的嘛 現在中國這樣的事 每個人都想著那些錢 中國有什麼事 可以真的吃東西 最基本的吃東西住 沒有人想著要放那些錢下去來投資 那個即是積穀防機 每個人拿那些錢就看清楚將來有什麼需要 現在中國搞得那麼和 糧食都會缺的 你看 今年你們會聽到 香港當然不會缺糧 但是你們今年冬天肯定要餓死人 凍死人 這件事情就傳過來 整個中國越來越窮 不會越來越淺 有錢的 中產黨就算有錢 他都會搞另一件事 幫俄羅斯 幫那些恐怖分子 錢不會落到你 譬如電動車 他真的成功了 在這裡成功 賺錢 他都不會 那些錢不會滲透落到人民那裡 他會搞得到 和那個時候鄧小平那些改革開放 改革開放 那個行業都可以自己自由做事 跟外國可以對得上 每個行業都是 現在可能有幾個行業可以 其它行業就死了火 變成了 股票市場當然反映了所有的行業 就是值得 一個錢而第二個 工資銀行 和那個地方 第一 融資銀行走了 美國的資本走了 所有香港的股市 大陸的股市 完全沒有了希望 即那個所謂的外資 外資走了 內資呢?外資包括我們香港人的錢 或者大陸人的錢 內資抱著大家 抱著這些錢 因為樓價跌了 錢還要供樓 供樓沒有停 變成真是沒有錢去投資 沒有錢投資就股票就跌了 一直跌了 這個是事實 你說在大陸有些錢會走出來香港 就算走出來香港 都是想辦法換美金 調出去外國 不會放在股票市場上 因為大陸那些人對股票市場的信心還差過我們香港 現在你看上海的股票市場得不知三千點 路士要查一查 上海股市的指數得三千點 你想想 這麼久搞到這麼多年 只有幾千點 就是它每次都被共產黨割韭菜 割光著 割到根本沒有希望 所以不要指望大陸的錢來到香港 會在香港買股票 這些是香港那幫財政司在這裏發夢 整幫人在這裏發夢 又說什麼 港湖通 深港通 全部在這裏發夢 大陸人吃股票的斧頭 就是被中共在股票那裏找笨 兩三年 每次上市 幾天之後就跌破底價了 全部是消化來的 所以它們的錢不會來香港買的 它大陸的錢不會去香港 更加外國的錢不會來香港買的 香港人的錢還僅僅 香港人都不蠢的嘛 所以你想想 你股票有人買的嘛 是吧? 買來賺錢的 如果不是買來跌 有什麼意思呢? 所以香港人也不會買 大陸人也不會買 全世界的外資也不會買 那你說有沒有希望呢? 當然是沒有希望啦 所以你說跌 有時有時人說短期 說會上二晚那些是短期的事 長期來講 一晚都沒有 那你就明白了 香港的股市長期來講 現在不會有什麼神仙的 比如你說 現在幾輛電動車那些全部在香港有上市的 那些可能站得住一下 但是普遍所有的股票都在那裡跌 最嚴重的是銀行 這麼多香港的銀行 大陸的銀行借了這麼多錢 給大陸的公司 那不只是跟地產有關係的公司有多少呢? 跟其他出口的關係有多少呢? 跟銀行 這麼多銀行 大陸 香港加價不是幾百家銀行在香港上市的 那些要跌到 全部破產了 就是它借了錢給地產公司 其他公司還不出 那你說是不是破產了? 破產了 共產黨不給它破產的嘛 如果不是老早這幫東西 這幫這炸股票 民航界 地產界應該一直零 你看 你現在看回看就知道了 那你說股票有沒有希望?絕對沒有希望 房地產有關係到一百幾個行業的嘛 一百幾個行業搞出一萬個不同的股票 一萬個不同的股票嘛 全部是零的 其他是零的 沒有希望的 現在這個流 但是 今天上海的3110點了 你想一下 上海這麼多年了 只有3000多點 上海的股票那個股市大過香港的 就是講銀碼 如果人民幣來港是大過香港很多的 那些所謂的交易 還有那個所謂的市值 大過香港很多的 搞成這樣了 只有3000點 那些中國人已經唾棄了中國的股票 這個就是這麼簡單 沒有希望 一句就講完 香港的地產 也是沒有希望 香港完全是一個問題 香港的商場 我猜那個需求一半都沒有 你那個公園 向商場的店舖上的商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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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在天舖上 買賠 gambler的客戶上 路在街上 還要開 το地景挺rokrasil 會 有空熟的客戶會 趁 aquele店舖上的設計 還iniacاع的 凝職 還可以不懂一個投資 所以沒有了 整個東西沒有希望 都說了 講來講來為什麼我在這裡 剛才浪費了那麼多時間說 一天共產黨不消滅 共產黨不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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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香港自己是不組織氣來 是沒有希望的 好 它現在是糟糕了 知道了 它現在根本就是 整個中國的經濟一頭 它就是想 在國際上 越南很大市場 不要小看越南 越南的人口 是一億 等於整個廣東省 而且最近越南的經濟很好 因為很多人 包括中國 投資在越南 希望越南這些產品做出來 就可以賣去美國 那就代替了中國的生產 所以越南的經濟相當好 它就是想跟越南搞好 就是沒有希望 我都不明白 到了今天它都不明白 人家怎麼看它 人家現在看習近平就是一個侵略者 包括越南 越南一向都當我們中國人是侵略者 沒有希望 真是笑話 有人提議它去越南 希望跟越南搞好關係 不要敵對 越南就是當你中國是敵人 現在幾千年都當你中國是敵人 不是今天發生的 由秦子王開始就當你是敵人 和你打仗 從來沒有好過的 如果誰以為一個越南 跟中國比較好一點關係 就是韓國 現在韓國都被它搞到是敵人 南韓都是北韓更加 沒有 一個朋友都沒有 連蒙古都當他是敵人 所以全部是浪費時間的 他去越南是浪費時間的 而今次 十一月去三藩市 又是浪費時間的 根本美國今時今日 就算拜登要幫你都幫不了 因為全國都說他收了錢 收了中共的錢 他敢不敢幫 如果他幫了 就還是表示他收了錢 要回報中國 根本沒有希望 這件事 做的事情全部是多餘的 現在只不過是怎樣衰 我剛才講的電動車 電動車好像有希望 但是你不要以為外國人蠢了 現在外國人根本 歐洲那邊已經在想著怎樣 說你補貼 補貼電動車要加稅 分分鐘加你三百五百個percent稅 完全不出奇的 你譬如你這輛車一萬元 分分鐘要加多一萬 看看你賣不可以 你不要以為人家是好人 以前是好人 就是想著跟你搞好經濟 搞好關係 所以以前很多國家對中國好人 現在沒有了 你看著你的電動車很厲害 因為你影響到他們 你影響到德國、法國 那邊的汽車 就加稅了 你去歐洲就加稅了 逼你去哪裡呢 逼你買去中東 逼你買去俄羅斯 逼你買去南美、中美那些地方 那些地方你不買得夠了 但是你不准買進來歐洲 整個歐洲 整個歐洲的共同市場 又不讓你買下去北美 你先轉國家就不讓你玩 日本你不用談 那些先轉國家 你不買去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 那個市場和錢是有限的 就買了低級貨 就逼你走低級 領導人 香港譬如李家超 都算了 所謂領導人 又做得好 沒有另外一件事 大陸有習近平 美國有拜登 那些領導人 出了大問題 我發現他們在做的事 第一 又不得專業 又不懂事 又亂來 哇 我看 嚇死人了 我們隨便找幾個地方說一說 這幾個地方我們最關注 香港的 你看看 那兩個警察說了事 跟著那個財長 是會計出身 會計和懂得經濟 完全是兩個世界 他就因為現在這個姓陳 Lucy現在那個 叫做陳什麼 現在那個財長 香港的財政師 陳茂波 這個陳茂波 因為他跟著 以前的特首 找食 那個特首的量 對不起 我都吃了 跟著的意思 現在流了下來 無辜辜辜做了香港的財政師 實際這個人 就不懂得經濟 懂得經濟 懂得管數 是不是一種人 大家不只是我講 每個人都講 這個事實 現在真是管得一頭 完全 譬如現在香港真是很大的問題 香港賺錢的能力沒有了 政府賺錢的能力也沒有了 金融中心賺錢的能力也沒有了 做生意 做買賣的也沒有了 做零售也沒有了 組織沒有了 那你變成經濟萎縮的情況之下 你一定要學限錢 很快而已 我們剩下的那些所謂的儲備 很快就用完了 那你看看香港的管理 我最關心的是香港 基本上是 不懂得任來 再加上那些因素 什麼都是 大陸的命令下來 又在那裡揣摩 在那裡不知道怎麼辦 就不斷地做些事情 但是那些銀子 有人就去去去去去去去走 都算是不敢用的 但是呢 實際那些錢不用你敢不敢用的 香港有很多東西是自動支出的 大鑊到飛 美國 拜登 管 管的最重要的是看錢 其他那些都是問題 但是錢是可以很容易看到的 看到它的債務 不斷上去 33萬億 美國現在每年 每年 聯邦政府的收入 就是5萬億 支出就是7萬億 7萬億 他還說不夠用 還要求 國會給多些 所以現在的爭執 那8個人 下面那8個人 為什麼投票 要求那個麥卡錫特辭聖 最關鍵就是他們看到 他們應該共和黨是大多數票 他們做主席 應該就不通過那些財務預算 讓那個總的債務不給它 不給它再升 現在33萬億 再升34萬 一直這樣下去 為什麼那8個人呢 就是要求換這個麥卡錫特辭聖 就是他沒有提出 他沒有提出那個所謂 踩剎車的方式 你可以不通過 你為什麼都不通過 不通過就弄到 可能弄到政府要關門 但是關門是一種警告 讓那些人不能再花錢 但是麥卡錫特辭聖 所以那8個人 這個是最大的原因 就是任得那個預算 不斷超預算 任他借錢 任他洗下去 所以這個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我和小夏有一點不同的意見 他就覺得應該繼續質詢現在政府 在其中一個人 那些事情 他都在做 他在做質詢 但是質詢裡面有三樣東西 他沒有做到的 美國政府 第一 就是那個預算 不斷由他超出 第二 通通貨膨脹 他沒有做的 他不斷 他就不斷 他拼命加息 但是加息也沒有用 主要他任得那些所謂能源 能源 那個能源 漲到一頭到 還有他的儲備 或者是吧 如果談談談談談談談判 真是一談談談談談 通話和談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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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 這件事他沒有做 三樣東西 大家都知道他沒有做 所以他們看到麥卡錫 還不提方案 所以要求停了他 還有一件事 當然是南邊 墨西哥邊境差不多自由出入 這三樣東西 所以令到他們要聯同民主黨 那些民主黨就炒了麥卡錫 再選過一個 所以很多人共和黨裡面 很多人心裡面是贊成那八個人的 因為覺得他們做得對 但是因為八個人造成一種 共和黨裡面失去團結 因為你留在民主黨的人 你八個人加上民主黨的二百 二百零幾個 二百零八個就變成二百一十六 就逼麥卡錫 二百一十票就逼他辭職 那裡就看到的問題 拜登就是做得不對 接著他們實際就不滿意麥卡錫 沒有用他的立法權 還有眾議院有財權 所有銀子是他那裡拿的 所以沒有用財權來控制這三件事 這三件事 對美國人說來講這些最重要的嘛 他們沒有用他們的權 還有用他們制止這件事 沒有制止這件事 所以他們就炒了它 就是不惜黨裡面的大家 大家翻臉 是不是 因為你想一下他那八張票 民主黨的二百多張 零八張 用二十六就砌低了共和黨 砌低了自己共和黨裡面的二百一十張 然後他們也做了一大堆 因為香港他們沒有用 就是香港的第一次沒有用 香港的財權 製造一個人的財權 美國的財權 以及香港的財權 香港的財權 不是香港的財權 我們的財權 但是他們已經是財權 他們沒有財權 不是香港的財權 他們沒有財權 不是香港的財權 他們沒有財權 是香港的財權 但是 他們都說了 任它跌 劉價不斷任它跌 人民幣又是任它跌 他們裡面的權鬥習近平 習近平實際上很多犯犯都不行 台灣那邊又說要打又怎麼辦 一會兒又說要去越南飛回來 又說要去那裡出席又不到 這次又說要去越南 一會兒又說要去三萬市 就是根本就顧不定 裡面的內部亂到七彩 一會兒火箭軍又說全部罷免了 軍委 軍委七個人罷免了 不知道三個還是四個 那你肯定很大亂的了這些東西 接著外交部大家看到了 國防部大家看到了 完全亂了大龍 那你中國那個亂龍 這個經濟差不多等於自己墮落 自己墮落 英文叫free for 就是沒有人拖著它就不斷掉下來 自己下墜 可以說自由下墜 去到這個程度 當然我們就看希望 我希望共產黨想的那些 就不當它是壞事 當它是好事 但是看到那個問題 這個我們香港人最關注的三個國家的領導 也是一頭 其他比較我們比較可能會關心一點點 可能是英國 那麼多人就會英國 英國的經濟又是一頭 就看到它自從脫離了歐盟之後 以為它原本說答應人民脫離了之後 我們自己做這樣做那樣 完全沒有做到 換了由約翰遜 換了那個Trust 現在換了SUNIC 就是那個印度人之後 那些東西根本就行不行了 又說起一條高鐵 就連Manchester都起不了 起到半島 就是那條是有缺錢 說到最後 其實有時候它要扳錢 那個財長來香港 不是那個財長來香港來找 找什麼好像找李澤佳人 都是希望扣缺錢 說到最後就是缺錢 就是管理 真是管理的那些東西 就是它那個左派的思想太厲害了 什麼都不能減的 就是組織是福利的問題 不可以減的 那算是怎樣 你沒有錢又要搞福利 那你就遲早破產 政府要想這些東西出來的嘛 就是要怎樣賺錢 怎樣截流 是吧 怎樣截省 這幾個經濟跟我們很有關 管得好的人都不少 是吧 你看看新加坡管得挺好 是吧 簡單的 真的管得挺好 新加坡啊 台灣都算是管得不錯 是吧 那變成了很看到問題的 幾個大國 俄羅斯又出了一個大問題 很明顯 你就錯了 你就不應該去打 你沒有能力就沒有打 那打到現在呢 有一塊面子問題你拿不回來 搞到整個俄羅斯呢 你看到了 我現在的路布就算了 現在路布就過了一百 就是一元美金對一百 就是以前路布跟美金看齊了 現在一元對一百 就是說變成一個線 就是你現在路布 就是整個俄羅斯的經濟根本全部都散了 要去靠大陸 要去靠北朝鮮 那你說大不大劑呢 就是這些就是你看到幾個大國的經濟完全不行 現在連德國都不行 幾個大國都不行 其他那些 其他那些跟我們沒有那麼直接關係 就不用說了 加拿大應該短短短有資源 大霸至加拿大 澳洲有資源 最後呢 得到那個問題了 那怎麼辦呢 作為我納粹人 誰是主人 全部是納粹人 是主人 誰知道被他們那幫 選到那幫人上去都搞得頭 就是真的整個問題 就是要人民用更好的選舉的辦法 普選的辦法 選一些更加好的人 比如管理 換了 就是你不行了 這個經理 你請了那個經理 管得不好你就要換了 現在民主國家裡面呢 換就是靠人民選舉 中共就不行了 大陸 大陸是不是習近平自己上任 就是他完全不明白這個世界人民有權作主的 那他就說 我下一屆又用我來做 那那幫黨員呢 又不敢推翻他 是不是 推翻他 你提出來就搏炒 分分鐘查到你沒有命的 坐牢了 這個是大陸的問題 但是美國也是 所以很緊張 美國就很緊張明演的選舉 明演的國會選舉和明演的總統選舉 非常緊張 你看到 現在美國的新聞裡面 可以說呢 超過大半的新聞 就是和明演的選舉有關了 你看到了 所以這個國家治得好不好呢 靠人的 當然靠人 那些人哪裡來呢 在自由世界就是靠普選出來的 普選的制度好不好 現在在那裡爭 連制度本身 這個制度好不好 這個制度合不合 合不合 都在那裡爭得好 那你見到那邊民主黨那邊想辦法 拉了特朗普 希望他拉了他就沒得選了 就是在那裡 什麼手段都說 但是說到最後 就是為了選舉 那裡面呢 就有民主的成分 有不合法的成分 這裡裡面大家看到的 個個都看到的 現在的 幸好西方有新聞有一定的自由 不是絕對的自由 有一定的自由 幸好有很多字媒體就不錯 你自己看真的 我們現在做的節目 好像Lucy那樣 但是她都是 找到很多人訪問 拿很多信息講給全世界聽 那變了大家 現在你只聽一下Lucy的台 都起碼有很多萬人 是不是 聽了之後 她聽不同的意見 然後她有自己來判斷 那這個就是新聞自由的可貴 是吧 好像我這樣 我都不是做這行的 但是我都 即是我經常拿我自己 現在所有時間用的 拿我看到的問題 大家說出來 對投票者 對納粹人的作為決斷 有幫助 都知道是他們自己決斷 他們聽了不同的資料 我是他們譬如聽的 每一個人民都是納粹人來的 就是你聽了我們說的話 你們自己會判斷 我不是叫你們說 聽我說 就是投票 不是這個意思 聽多一些意見 你們可以判斷 如果我們說的話 沒意義的話 你們都不會聽 聽的話 你就是說 可能用我們的意思來投票 來判斷 這個現在就是 現在整個世界就是這樣走的 唯一大陸為什麼我們說大陸這套東西不通 香港這套東西不通 我們沒有權 就算我們聽到很多東西 香港問題基本上 我們用自媒體有很多方面都可以聽到 在香港聽不到 香港的媒體基本上 被中共控制了 全世界有很多自媒體 但是聽到香港自媒體的人 如果香港有投票的話 對吧 如果香港有自由選舉的話 一樣可以發揮作用 變成香港有幾個問題 第一 聽不到 在香港很多人 除非翻牆或者除非動 聽是聽 我們在外國的人 聽到一些 聽到都不算少了 都可以 如果你真的認真去聽是聽到的 但是就沒有投票的問題了 因為香港沒有普選 那些行政、立法、區議員 全部都是他派的人來的 所以他們就不會為香港的納粹人服務 他們是為中共服務 變成就不是代表我們香港人的 你看到這個香港的情況 美國基本上就有一套制度 這套制度有人想搞到那套制度 對自己有利 就是說 基本上想破壞這套制度 但是有很多人想維持這套制度 這套制度大家在拼的 是很重要的 很緊張 你看看他們告 怎麼告特朗普 就明白了 而這個麥卡什為什麼要推低他呢? 他們覺得他做的事情不代表他們答罪人 看不看得到?這個例子很大 對不對?另外一件事 但是為什麼他們要逼他辭職呢? 為什麼現在特朗普又要提出 另外一個叫Jordan的人叫他來做呢? 就是他們覺得要換一個更加可以 代表人民的人來做議帳 警方和日本來所找的 就要考慮的 祝福的獲物 但是他們才去考慮的 不過你遵守的教育 就是要參考慮的 跟他們說 現在的一套制度 就是美國的套制度 然後這個就去參考慮 所以這套制度 中共的套制度 都要這樣的選擇 所以這套制度 是他們當中的歷史 但是因爲普京出術 在選舉那裡 又毒死了那些競爭對手 變成它是有一定的民主 但是被它破壞了 被普京破壞了 搞到不代表人民的意願 就是沒有了納粹人和人民的意願 在俄羅斯 它因爲資源豐富 天然氣、冷卻、抗是什麽豐富 所以它國家收入 大部份是靠這些資源的錢 就不是靠人民交稅 所以變成人民的百分就變小了 那裡邊那個國家 我都不靠人民給稅的 我自己去出口石油、石油 用那些錢給你做福利 它用這樣的辦法 就代替了人民的意願 我們都不靠人民的錢 因為現在給你做福利 那些錢沒甚麼搞的 那些錢沒有錢 就買了錢 所以錢都買了錢 就買了錢 那些錢都買了錢 那些錢都買了錢 那些公司就在那裡偷稅 在那裡做幾盤帳 做幾盤帳就想不交稅 那現在開始了 稅又收不到 那個地有沒有得排埋 那接著呢 地方用成頭的名義 地方政府用成頭的名義 借了大筆錢 又要交利息 所以整個可以說地方政府是破產了 破產基本上對人民的控制是低了很多 它現在都用了一些政策 又嚇你 又抓你 又鎖這樣 但是它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就跟人民沒有直接關係小一點 但是地方政府的權力小了很多 這個就有好的方面 好的方面就開始整個中國在瓦解 在這裡和中央在這裡解體 因為沒有錢都是要解體的了 就是沒有了權 沒錢都沒有權 你看到這個中共的問題了 那個中央政府呢 又是管不了地方政府 因為你要中央政府出錢 救那個地方政府 那地方政府就必須會聽你的話嘛 現在中央政府這麼缺錢 它怎麼可能呢 那個省 那個直地市都不夠錢的 還要找那些市 有些市就夠它旁邊的市 就是有錢的市 或者有錢的省 就夠一些比較窮一些的省 一頭到邊了呢 失控可以這麼說 中央失控 為什麼現在大家這麼關注 中國的經濟問題呢 美國很關注 就是說現在中國實際在這裡 中央 北京 失去了控制 對地方需要控制 現在是傳統 過去一百年來 中共最弱的 因為不是只是窮 而還揹著一大鑊債 那天天人都照樣 銀行照樣來追你債的 你成頭借了銀行的錢 借了其他那些 你發債 成頭照樣發債 就借了那些錢 變成你天天被債壓住 人家來追你債 變成你根本就管制不了 整個管制和統治 地方的管制統治不了 中央都是靠地方的 但是地方你沒有水 地方基本上可以說整個中國現在是停頓的 但是他還沒想到實際的錢實在太大 過百多萬億的人民幣 所有地方政府借的錢 講得出來過百多萬億 實際我們看就差不多超過二、三 近乎二、三百萬億的 根本是沒得還的 只是那些利息還利息都還不了 因為地方政府靠什麼收入 稅收 稅收現在不行 那些公司全部是虧本的 虧本怎麼交稅 賣地沒有了 是不是 你房屋買賣以前很多稅的嘛 那樣稅 那樣稅 古靈稅很多稅 地方政府乾了糖 不只是乾了糖 還要背了一身債 地方政府失去它的經濟能力 這個就是造成中國解體 我們的最關心就是要求 希望共產黨做這個解體 讓我們可以有自由 中國人有自由 香港人有自由 這個現在我們應該最關心就是這件事 所以我就是要等你們知道 一個沒有普選出來的政府 所謂找一些共產黨員來做證明來管的 卻是因為貪污 實際就是貪污 過去那三、四十年都在貪污 卻是搞到一鍋泡 整個中國就是一鍋泡 搞到樓家下跌了 接著那些債就開始露出來 還不到 那大家現在就看到後果了 就是說沒有普選 任它那幫共產黨 任它所謂的共產黨 它是我們所謂的中國的精英 是不是 任它來搞 搞到現在結果 就是整個中國就破了產 整個中國破了產 那些國營銀行全部破了產的了 只不過它就不叫做破產了嘛 那你去想想 只是地產公司 我已經說了 不是第一次說 恆大差二萬多 恆大等於地產公司的十分之一 就是說所有地產公司差銀行 是200多萬億 現在正一個恆大 對不起 恆大差二萬多億 加上所有地產公司差二十多萬億 那你想想 中國銀行就是那二十多間銀行 每間銀行差一萬億 怎麼還呢 差了就沒得還的了 永遠沒有希望還 樓不能賣 那沒得還 那二十多間所謂借得起的銀行已經破了產 銀行的錢是誰的 就是存款者 人民的 現在人民被共產黨禁止 就不會去擠提 不會去排隊銀行排隊去拿錢 它又知道 又說要約 又說要預約 又說要排隊 又說要登記 用這些辦法 不讓你擠提 但是如果有什麼地方 你也知道馬上的資金 是否選擇 沒有的還是要範圍 現在我們只知道 是否香港的資金 都沒有要做 就說要去投資金 有什麼地方 ideas 是需要在美國的資金 那麽東西 然後又做了 這個如果中國的資金 它就是一堆錢 實際是我們都會去投資金 這個行業已經玩完了 整個行業是沒有希望的了 誰還覺得那些不懂事的人 覺得會好回來 好什麼回來呢 那些房子夠20億人用 你現在就算怎樣換樓 換來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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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換樓 換來換去 但是那些總量就多了一倍 樓就是多了一倍 我還是保守 有些人說更多 有些人說夠30億人住 我就說夠20億人住 就是多了一倍 樓多了一倍 你說要什麼時候才能吸收到 有一段時間還未停 不會清的 因為人口已經在萎縮著 這個情況下 整個中國就不會有的 所以我說 resolution 現在很關鍵 但是你說它有沒有其它招數呢? 它最近出的那些電動車 電動車對它來說是很大的收入 出幾百萬架 出口的 剛剛四百萬架 今年差不多出口四百萬架電動車 一架車一萬塊 如果用美金來講 一架車算它 算它一萬 它那些是很便宜的 但是平均落實率 算它一萬塊 有些貴 有些便宜 一萬塊一架車 我們用美金來計 用一萬塊 一萬塊一升 四百萬架就很厲害 這件事就補回它很多出口的不定 所以現在大家在看它 這件事有機會 救不會全部救了它 但是有機會等它生存下去 這個電動車的出口 電動車的出口 電動車就不能代替所有的車 大家記住我開車是開得多的 我每個月都是開長途的 電動車對那些平時上班下班 送小朋友上學去銷售賣東西 那些普通的所謂不開長途是可以的 還有節省到錢 所以它一定是市場 所以說將來可以講 有30%的汽車 當然全世界都是 短程汽車來的 短程汽車的電動車是節省到錢 而且是不錯的 節省到錢 就是說比電油便宜 這件事全世界如果都是買三成的車是電動車的話 那中國就變得很重要 因為美國它當然不會買大陸的車 買美國生產的 或者日本生產什麼的生產 但是這個世界的人口不只是靠美國 你想想 全世界這麼大 你說在其它地方買大陸的電動車 它發的 它會發的 它這件事 它長期投資是這樣的 它最關鍵的是幾樣東西 電動車裡面幾樣東西 電池就在最重要 它一直在發展 現在已經發展到所謂叫做固體電池 現在出车裡面有一些液體的 現在最近轉去固體 最近固體可以充電充快点 充快很多 而且成本又低很多 這件事它是長期投資的 它已經去到那個固體電池了 日本、韓國那邊都在追過來 而且它們做的固體電池未必夠中國便宜 這些新產線的東西中國便宜 所以它現在唯一救得中國 手機就沒有機會了 手機已經已經過去了 將來所以救得中國就是電動車 我們用電動車 裡面還有其它的馬達是怎樣的 馬達裡面用那個叫做永池 永遠有池的永池 這種是一種特別的稀土來的 我們那個化學名詞叫做鋁鐵 我以前很有很有 我都投資過很多 所以這個馬達中國也是怎樣的 那汽車它又怎樣的 因為過去的40年 它不斷地引入其它汽車來生產 所以汽車裡面就是那些汽車車輪、車殼、車座、車座位 很多東西裡面 是吧 玻璃、水泊都是東西來的 那方面它就電到不得了 還多了 還多了 全世界這麼多的名牌汽車 都在中國生產 它就拿了一部份來做電動車 那裡它就很厲害 還有一件事 就是講晶片 電動車 看你去到自動化到什麼程度 如果你說要去到將來可以自己駕駛 無人駕駛 這個就是用的晶片就用到不得了了 那個就是需要很多晶片 但是一般的來說 好像現在Tesla 平時開車 不是 不需要自動駕駛的 那個晶片大陸已經搞定 大陸可以說搞定 不需要依靠入口 這個問題 你看中國唯一 中國會不會做到Tesla 這麼好呢 就不會 因為為什麼呢 Tesla又喜歡絕照 它每天現在賣出去的車 都在收集馬路的情況 路況 每一個轉彎 每一個路口 每一個門口 每一個街邊 怎麼樣 很小的 全部清清楚楚 不只是衛星那個 那些電影 它真的有電影 拍了一些東西就回去 放回它的雲端那裡 每一架 所以為什麼共產黨不給 經過一些領導出來的 就不讓Tesla開去那個地區 就是這個原因 不想讓它記錄了 你說它是有心間諜也好 無心間諜也好 它現在那套治療 在大紀元大的治療 它都運回去它那裡 然後它處理了 大數據 處理了之後 將來有任何車走回那條路 它就拿回這些資料出來使用 所以我將來不會有一間電動車的公司 是做得過Tesla 包括BYD 因為沒有人去這樣收集資料 這個資料的價值就是不得了 你將來沒有人駕駛 它對那個路況 路的情況 比我們任何一個人更熟 因為它所有東西都入了它的大數據 當一輛無人駕駛的汽車 駕駛那個地區 它就拿了所有資料出來使用 它不只是看著路況 它記得了所有路的情況 哪裏有夠石頭 哪裏有夠石頭 哪裏有那條路 那裏轉彎那裏要小心 樣樣細節都平平了 所以我聽他們有其他東西 我有講的關於電動車 電動車是很關鍵的 將來這件事比手機更大 現在中國就是靠它 它們最重要是明白 將來無人駕駛汽車是最有價值的 最有價值的 將來 記住了 我做了很多研究 過去20多年 我研究這件事 我們空頭這個最重要 當然要投將來最大的企業 無人駕駛 將來是很大的企業 將來的特斯拉不需要買車給你 你用它的車 就好像Uber那樣 你叫那些暴人駕駛你 折了你之後 送你去那裏之後 你下了車之後它自動收錢 接著車子自動去折底過 或者去充電 這個就是將來 不需要買車 用多少給多少錢 那你不用買車 這是方便的 現在的年輕人都不喜歡買車的 他們都是輕用Uber 現在Uber有人駕駛 將來要說沒有人駕駛 成本又低了很多 是吧 他說車又充分利用 他說因為電動車那個所謂 維修保養簡單很多 比起現在那些所謂內燃機 內燃機車裡面要入油 要有活塞 要有發動機那些叫內燃機 簡單到七成了 整間汽車裡面的零件少了七成 那這個就是中國翻身的什麼 大家應該就是看它這件事 看到它有沒有翻身 它現在也不是很差的 如果真的出到四百萬架車 很多其它出口的東西 它不出口都可以的 一樣可以的 但是它其它都有很多勁的 比如現在家屬 全世界做不過的 真的做不過的 變成全世界跟它買家屬 那些是大生意的 家屬多 實際家屬裡面不值錢的 裡面全部是垃圾 放下去只不過有些彈線 下面全部是垃圾不值錢的 海綿是什麼 海綿不值錢的 蛋弓現在不用蛋弓全部用海綿 海綿很容易的 海綿是那些化學者 那些是石油產品來的 海綿是不是空氣來的 大部分 90多空氣 其它那些是那些化學東西來的 成本很低 現在那些梳化那些用的布 全部都是 那些全部也是用那些化學東西來做 用石油來做 也是不值錢的 所以將來中國在家屬那方面 賺很多錢 家裡有很多東西 比如你家裡邊加一具家屬 實際上可以 你現在做的那些 寫字桌 飯桌 家裡那些什麼 茶几 用那些木 它們全部是合成的 成本低度不得的 成本低度 最重要的是投資 中共已經投資了過去那幾十年了 那些合成的東西全部都停止了 金屬的東西當然沒問題了 現在的桌子 我看到很多東西 很多都是塑膠的東西 不需要 現在裝飾的東西 中國就搞得了 現在很多用塑膠 用合成來做的東西 中國都搞得了一些 所以中國的經濟 現在我們當然是駁他想的 但是它的經濟 因為它過去的私人也好 國家也好 都投資了不少的錢 這些外國就懶了 拿些錢就派到福利那裡 所以現在就是明顯的落後 明顯的落後 這次在電動車那裡 就明顯的落後 我看起來 可能大陸有一線的心機 大家要看著這件事 我們香港人呢 我們的希望當然是光復香港人 但是一天共產黨不倒 我們就變成了一個機會的光復 所以我只做了兩件事 我只看了兩件事 我以後要聯合很多反共的組織 比如新疆啊 西藏啊 反共的組織 那麼台灣都是我們聯合的對象 怎麼樣消滅中共 講起來你們覺得起 我吹嘴 一天不消滅中共 光復香港是沒有希望的 只有港字的 是不是 就是 德國人 不斷聽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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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睡覺了 好了 要做事的 不是只說沒有用 我後面在做很多事情 有些人說的 因為現在共產黨開始針對我們 開始現在不是香港那個界層 已經去到北京 北京的國安來對付我們 記住這件事 所以我不可以什麼都說給你聽 但是呢 要光復香港是兩件事 消滅中共 只有機會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 就是靠那個香港議會 有很多人說不需要普選的 不允許你呢 你去教我 我不跟你爭 我爭不過你 我又不是共產黨 我又沒有那個權 如果說可以不用普選 可以搞民主的話 你厲害 我贏 我就你去搞 我講不服所有人的 有些年輕人都說不需要香港議會 不用普選的 可以搞定的 你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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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去搞 我們去搞 相信投票 香港議會我們香港 我沒有辦法 我又沒有辦法逼你 這個世界自由 另外一定要聯合所有反共的勢力 香港甚至包括美國 不要開玩笑 現在所有圍著中國 包括蒙古 韓國 日本 台灣 菲律賓 一直到越南 跟著印度 跟著新加坡 這些全部都是反共的勢力 圍著中國的勢力 那就要聯合他們 消滅中共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